怎么样跟消费有关的讯息 这是来到了连锁咖啡店里头 看书或者聊天 到底哪一个才可以 因为现在有很多高中生 他们都到咖啡店来念书 甚至还有咖啡店被称为 潮牌图书馆 这样的争议就发生了 因为他们在过年的时候 高雄的网友去到咖啡店 跟朋友喝咖啡聊心事 聊到一半的时候 对桌的高中生过来告诉他们说 可不可以不要在这边讲话 不过他回忆他说 要用功就去图书馆 相关的争议现在在网路上 是有很多的讨论 不过其实咖啡店有人就说了 这是公怪场所 但是其实这样相关的状况 之前也发生过 包括在素食店里头 有情侣公然调情 甚至还有人霸着桌子念书 到底应不应该 这意见两极 有的人是认为说 不要影响到别人就可以了 进咖啡店一大早就快客满 仔细看这边看过去 有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聊天说话 但四周也有很多学生在自修 埋头念书 咖啡厅似乎变成图书馆了 这种情形见怪不怪 不过却有PTT网友po文 过年期间在高雄一间知名 连锁咖啡跟好友聚会聊天 没想到却被白眼 两名自称高中生的学生 要求他们不要说话 还说没看到很多人在自修麻 要尊重其他人 反省自己 做有品格的公民 到咖啡厅聊天竟然被唱瞎 目的者描述说当天气氛尴尬 最后这群聊天的人赶紧离开 也在网路被热烈讨论 有网友说站位子念书 一样没道德 要念书应该去图书馆 但实际观察 在咖啡厅一半是聊天 一半是念书 说话大声一点 果然有学生抬头瞪一眼 要读书的话 跑图书馆不是比较方便吗 我也是聊天的那一个 聊天太大声 容易吵到隔壁桌 不过咖啡厅人来人往 好友聚集聊天也很正常 学生若要安静的环境念书 到真正的自修室或图书馆 恐怕才能理直气壮的 要别人不要讲话 记者金布什刚梦柔 高雄报道